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前面介绍学习障碍呢 就是让各位人了解我想要介绍的个案的出行 那接下来会进入我要分享书写困难的正题 那在临床上呢 书写困难的孩子会出现某些行为的现象 那当有这些行为的现象会伴随书写困难的出现 但这是有可能不是绝对 所以我列出一些行为让大家去观察孩子这样 那有这些行为的话包括就是他两岁后开始说话 搜寻词会有困难 语句不完整 缺乏连接词 因果顺序不佳 容易跌倒 动作不协调 讨厌静态活动 那静相字 形式字 比如说弓跟土 那持续颠倒 比方说台湾或是弯台 那字状字 很多错字 少比划或是多比划 那无法记住六个数字 常遗忘学会的东西 那容易被声光光线吸引 做很多事 时间都不长 对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